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比特币阿里的频道 那咱们今天视频主要来跟大家闲聊一下 咱们今天就不讲行情了 因为前面好几期视频已经表达了我对后市的一个观点了 那今天的视频呢 我相信大家也都看到咱们这个头图了 看到题目了 我投资比特币以及狗狗币之后 三次与财富自由的擦肩而过 那非常的令人唏嘘 但是呢我愿意把我这个故事的分享给大家 那么希望呢大家能从我这个故事里面 我的亲身经历里面 来吸取一些经验或者一些教训啊 那或者是对于我们后面的这个操作啊 怎么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参考吧 那只能这么说啊 好那今天呢 其实因为没有什么这个行情分析了 所以说咱也不说这个免责声明了啊 但是呢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 那可以去考虑加入我的这个会员群 那会员群目前呢 我们正在做一个项目的种资轮的融资 那目前呢只对VC或者是会员群的成员开放 好那么这个项目呢 就是怎么讲的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去我的推特账户上去看啊 那我会详细的去介绍这个项目啊 那后面呢咱们也会拍视频来讲啊 好可以好 那咱们今天视频其实讲完这些东西的还可以 我承诺的要聊一聊这个狗币 以及我这个胡子啊 留了三年的胡子 那首先说一下吧 那很多新的观众可能不了解我不认识我 那么这个有的人会在留言区问我 你这个胡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为什么年纪也不大啊 那留着这个胡子算怎么 一会儿是显得很邋遢很脏 那么这个呢 其实是2021年的时候 我这个频道刚刚开始起来的时候 那我是主要去讲这个狗狗币的 那当时狗狗币是非常非常是有这个 能这个有这个到一美元的这个方向 呃当时呢就是说啊 我我当时也告诉很多朋友说 如果说那么狗狗币到不了一美元了 我这胡子就不减了 什么时候到呢 我就什么时候减 呃那但是呢 在整个的过程当中 很多咱们老观众的这些朋友啊 呃已经和跟我这个胡子已经和解了 跟狗狗币的这个一美元他也和解了 那么很多人也劝我把胡子剪掉吧 甚至有的人说 哎你不剪掉 可能狗狗币反而到不了一美元 反正种种种种的说法嘛 甚至还有我的会员懂这个面向的说啊 你这个胡子得留着 你这胡子是聚裁的 呃反正吧 各方面的这个观点我都吸收一下 那么如果说啊 如果说咱们新观众啊 新观众可能跟这个没有什么渊源 没有什么瓜葛的话 那我可以发起新的一轮的投票 那如果说你觉得呃这个为了个人形象 也好 因为毕竟咱们后面做这个项目了 我是一个co-founder 我是一个联合创始人 那么将来如果说这个事情 呃你觉得这个影响项目了 或者是我因为要出去各种各样的会议了 那可以给我留言 可以咱发起一些投票啊 好那咱们来说一下这个 我与我这个认识比特币和狗狗币 或者是我投资比特币和狗狗币之后 与财富自由三次擦肩而过的这个经历啊 好那第一次呢 就是2016年了 其实这个就比较早了 那我当时第一次听说比特币是 一个同事告诉我的 现在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 那当时他是研究生毕业 刚刚到我们这个公司 呃然后呢就问我啊 知不知道比特币有没有投资呢 那为什么我记得很这么清楚呢 2016年10月份 因为当时有一个美剧叫西部试剑 我们都非常爱看 呃当时这个 就是他说啊 这个你有没有买一点 你当时你可以拿着一个月的工资的 去买一些比特币 那我当时这个一个月的工资 可以买大概十几个吧 那加上我老婆的工资 我们两个加起来能 能买将近20多个吧 20多个的比特币 如果说拿到现在呢 呃其实我觉得当时应该 如果说我愿意去学习一下 或者是这个什么的话 那么我当时 我们看一下当时的价格呢 是600多美元 那如果说我愿意去学习 去探索一下的话 那么我可能投资的 就不只是一个月的工资了 因为我们当时还没有买房子 呃我们后面 后面的是2018年开始买房子 我手里面是拿着一部分的现金 是呃准备投资一些美股啊 或者是什么东西的 但是呢 这个没有去学习啊 这是非常唏嘘的一件事情啊 等一下我们会总结一下 那这是第一次完美的错过啊 呃当时为什么没买呢 这里面也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件事情 呃当时是我问他啊 我因为我当时不了解呃比特币 那我就问他你买了没有 他说我也没买啊 我说你没买你让我买这个东西到底行不行啊 呃说实在话 我后面还是去看了下各个方面的一个观点 当时2016年的时候 呃整个社会 整个呃这个舆论 所塑造的比特币的这个形象呢 就是一个空气币 一个一个骗局 呃所以说啊 当时呃也是怪自己啊 那就是你没有去做一个功课 你当时去哪怕去读一下这个比特币白皮书呢 对吧 那这是第一次啊 那第二次呢 就是2019年 我在这里写到了2019年5月份 这个呢是有真凭实据的 我当时是把这个我当时的购买的这个交易记录 在Robinhood的里面我找到了 他有一个statement 有一个有一个账单 那么我当时看到啊 是2019年的5月份 我们看一下2019年的5月份 我当时是呃这个Robinhood的里面 当时买美股 然后剩了一部分钱 然后呢就把它买成了比特币 因为这是我呃看到了Robinhood的重点去推 比特币的时候 我当时做了一点点的功课 但是呢还没有深入的去了解这个比特币 当时是在5月份啊 我记得应该是8000美元 我开始进场 那应该是这一波呃 创了这个新高之后 往上往下回调的时候 我我在这个地方 我应该不是买的最低点啊 我应该是8000美元附近 8000美元附近左右啊买买入 然后呢涨了1000块钱 我就给卖了 呃就是每一枚涨了1000块钱 我就呃我就给卖了到9000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涨不感觉涨不动了 我就卖了 然后呢后面呢就是再去看他的时候 他又涨到1万了啊 1万1了 那后来1万1接回来啊 1万1接回来 那1万1应该是到这个位置了 就是已经很危险了 我们现在反过来看啊 已经很危险 1万1接回来 然后到1万2卖了 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开始中圈套了 我这个文字里面写了 那1万2千5 呃这个开始进场啊 哎我这个1万2千5增加筹码 加大了筹码 就是1万2千5的时候又买了更多 买了更多之后呢 想涨到1万3千5的时候 我想要有一个瞬间想要卖掉 但是呢 后来看到这个行情还是挺猛的 呃就没有操作 那当时因为对于整整的 这种种的这个比特币的 不管是呃他的这个大的这种环境也好 或者是对他的k线都不是很了解啊 那第二天就没有卖啊 那第二天就暴跌了 那我们看到这是日k啊 那第二天6月27号 我记得非常清楚 我当时好像在外州出差 呃然后呢 出差的时候 因为呃这个在飞机的行情过程当中 他也没有 没有这个 呃信号 所以我也没有看到这个这种情况啊 就是没有卖掉嘛 那后来好像就是在 应该是在9000多的时候 有出场了 那所以说就是整个过程中 我在这个上涨的过程当中呢 我的所有的利润呃 不仅没有hold住 没有拿住 然后呢 在这一单最后一单去操作的时候呢 把全部的利润吃掉 还赔了几千U 那这是一个非常惨痛的一个教训啊 那后面呢 我就是就觉得很多人就说 哎 这你投资比特币这个风险太大了 呃当时也没有更加深一步的去了解 比特币到底是什么 又是又是一次唏嘘啊 那这是第二次了 那第三次呢 就是2020年的12月26号了 那咱们老观众都很了解了 那这就是投资狗狗币了啊 那不是比特币了 那投资狗狗币的时候呢 是2020年的12月份啊 给大家看看啊 呃当时我们并没有看到后面如此巨大涨幅啊 那2020年的12月20号大概狗狗币是在这个位置啊 0.004啊 0.004附近 我是在这个地方进场 而且是重仓进场进场的狗狗币 那后面的情景大家都看到了 那我最高的时候狗币涨了多少呢 呃132倍啊 132倍我之前做过视频 跟大家去去这个去叙述这件事情 大概我的成本的是0.004啊 0.004然后到最高点 呃他其实最高点涨了155倍 呃为什么我的收益是132倍呢 是因为我中间呃在这个地方 在一毛突破一毛之后回踩的时候呢 呃我又加仓了 那所以我的总总体的一个收益呢 是132倍 但是呢但是啊 呃非常遗憾 没有在最高点去离场啊 没有在最高点去锁定这个利润 所以说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 这三次的与财富自由的擦肩而故呢 那我们能得到一些什么教训呢 那第一个呢就是呃 对新鲜的这些事物啊 那我们要保持一个open 一个开放的一个状态 那多去学习它 而不是去排斥它 所以说我们在整个的人生的历程过程当中呢 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机会和机遇 那你如果说对新鲜事物特别排斥的话 那其实我2016年其实对这个新鲜事物并没有那么排斥 但是呢我就是犯了一个毛病呢 就是没有去做这个research 没有自己去研究一下 那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啊 那就是我们后面怎么做呢 碰见新鲜的事物 比如说又有一波新的红利出来的时候 哎这个是新的东西 所有人没见过 所有人没提过 然后呢这个形成了一定范围内的这种网络的这种效应的话 那你一定要去学习它 去研究它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看看有没有机会去抓住一波红利 那2016年其实到现在 它已经涨了100多倍了 6500又涨到6万有100多倍了 那如果说当时 不敢说买多少吧 我当时我觉得买个五六十个的实例还是有的 但是 非常遗憾啊 那现在来回想的 说多了都是累了啊 那第二个呢 就是第二件事情我错过的 就是波段了 我是对比特币进行了一个波段的操作 那这个波段操作 其实现在来看并不成功啊 那是非常非常失败的一个波段操作 我相信很多人也会跟我有同样的经历 就是以为 在这个波段操作当中呢 它会有一些收益 然后呢 就会在不停的在做波段操作 然后呢 后面就觉得 这个钱又赚又多 然后呢 就开始增加筹码了 那我当时还没有去做杠杆 那甚至有的人就是 觉得赚了钱了之后 加杠杆 那加了杠杆之后 不管是场内还是场外 那么这个损失呢 会更加加倍放大 那这也是我2019年的时候的这个 这个一个经验教训 就是要告诉我们呢 我们不能去这个 被这个波段的小的利润呢 得到这些小的利润沾沾自喜 应该呢 去看一个大趋势 我们在一个大趋势当中呢 应该呢 去抓住大的趋势 而不是去操作小的一个波段 那这几个过程当中呢 其实这个主力庄家呢 他也是在把我们往火鸡的方向去培养 这个火鸡的理论呢 我多次在视频里面讲到啊 那大家也可以去Google搜索一下 就是简单讲一下吧 就是每一次火鸡 农场主给喂火鸡食物的时候呢 大家 所有的火鸡的科学家也好 或者什么也好 都觉得 这个都是日子呢 一片大好啊 岁月静好 那么等到第一千天的时候 这个农场主又来了 那其实这个一千天的时候 其实就是美国的感恩节了 那所有的火鸡呢 都要奔赴刑场 变成了所有人们 这个盘子里面的这个烤火鸡了 那我们要拒绝做火鸡 那第三个经验教训呢 就是狗狗逼的这个经验教训呢 就很惨痛的一次教训 就是我们要及时逃顶 这里面及时逃顶呢 就是其实要 我们要拒绝信仰 那这个拒绝信仰 是我今天一个新的一个观点啊 那可能很多朋友会理解不了 但是呢大概的意思就是我们不要跟项目方去恋爱 那我们要做在这个币圈里面 我们要做海王 不能做这个信仰主义者啊 那不管是哪一个币种啊 比特币也好 狗币也好 那么我们有自己的一个冷静思考的一个态度 这就好了 那我相信比特币将来能到100万美元 但是呢 该逃顶的时候 那我还是要逃顶 好 那关于这个胡子啊 那我等一下发起一个投票吧 那如果说大家觉得这个有损形象的话 或者是你认为没有必要 其实这个东西已经过了三年了 或者是你认为你说到就要做到 那都可以啊 我会有三个选项给大家 那是等一下欢迎大家来给我投票 OK好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视频所有的内容了 跟大家闲聊了一下啊 那也算是水了一期吧 那欢迎没关注没订阅的小伙伴们啊 订阅咱这个频道 咱这个频道呢 这个内容呢还是非常丰富的啊 那从这个技术分析到宏观环境啊 再到这个讲故事啊 那可能我后面会增加一些采访这些比特币啊 BitCounter就是比特币holder一些故事啊 那我们会把这个频道呢 做的会更加多元化啊 OK好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